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作为全球半导体代工龙头,薪资和福利都相当优渥,让外界羡慕。 近期有员工分享季度分红奖金,有网友算完,也惊呼光缴税就破百万元新台币。 一名任职台积电的员工发提表示,其32之级工作6年,可以领到3.68个月分红。 还有员工表示,31之级工作1.1年,可领到3.14个月分红。 32之级工作3年,可领到3.56个月的分红。 32之级工作5年,领到3.88个月分红。 还有员工领到3.9个月分红。 有一位台湾清华大学毕业的台积电员工指出,34之级年薪达到650万元新台币。 不过,熟知台积电的人士指出,台积电通常普通员工才会一直发放季度分红。 台积电的员工薪酬待遇季度分红是每季度跟着获利有高有低每季度发放。 最大分红奖励通常是在隔年7月,而且台积员工薪酬包含多个专案,不会只看例行的季度分红。 2023年台积电整体员工年度薪酬中位数已达250万元新台币,这其中不含退休金及福利。 台积电回应表示,公司一直以来皆秉持同仁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的理念照顾员工,致力于给予员工一个在同业平均水准以上的薪酬与福利。 在兼顾外部竞争、内部公平及合法性的前提下,提供多元并具竞争力的薪酬制度,并秉持与员工利润共享的理念,吸引、游刃、发展、激励员工。 公告说明,台积电员工的薪酬,包含按月发放的薪资,按季度结算经营绩效发放的业绩奖金,以及公司根据年度获利状况所发放的酬劳分红。 每季度业绩奖金及年度酬劳分红是为回馈同仁,奖励其贡献,并激励同仁继续努力,让员工利益链接股东利益,以创造公司、股东与员工的三营。 台积电公司,系依据公司营运成果,并参考业界发放水平,决定业绩奖金及酬劳分红的总数,其金额与分配方式,由薪酬及人才发展委员会向董事会提议。 其中,员工酬劳与董事会核准后发放,每位员工获派的金额,依职务,贡献,绩效表现而定。 与此同时,美国拜登政府公布了对中国获取晶片和人工智慧,雷埃关键部件的新限制,业界关注对台积电的影响。 台积电12月上学回应指出,台积公司作为一家守法的公司,一向致力于遵循所有可适用的法令与法规,包括可适用的出口管制法规。 他们目前预期,相关事件对台积公司的可能财务影响仍在可控范围。 据悉,美国商务部对高频宽机议题、HBM和晶片制造设备的销售实施额外限制,新规则影响27种晶片设计和制造工具,包括美国公司在外国工厂生产的设备。 他还将另外140家中国实体列入实体清单,指控这些实体代表中国形式。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将限制中国生产,对其军事现代化等至关重要的技术的能力。 他扩大了实体名单,包括半导体工厂、设备公司和投资公司。 这些公司正在按照中国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先进晶片目标。 显然,中国在美国限制越来越多的情形下,更难以发展其国内晶片业。 要知道,这几年各国半导体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企业齐心协力。 台积电董事长、纪总裁魏哲嘉在供应链管理论坛上表示,半导体生态系统和全球供应链是台积电成功的关键,并是塑造未来的重要角色。 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继父共同营运,掌侯永青于活动中颁发优良供应商奖项, 肯定在创新、技术合作、支持全球量产、绿色制造、系统自动化与建厂管理等方面表现优良的供应商, 感谢其专业服务,带动供应链与相关产业不断升级。 侯永青表示,随着全球对半导体的需求不断增加,台积电要仰赖上下一心的供应链, 共同影响未来的挑战并掌握良机。 台积电指出,包括应用材料、续化成诸式会社、ASM台湾先艺科技、ASML、达新工程、迪斯科高科技、 信明工业、JX金属诸式会社、柯磊、范林集团、李长荣集团、村田机械诸式会社和纳美式诸式会社等获奖。 此外,纽富莱科技、奥陆加脑科技、新云、台湾迪恩市半导体科技、 知浦先进科技、信越化学工业诸式会社、SAMCO、特诺本科技、TEL、重越石英、东刚刚结构和汉塘科技等企业 也获得台积电优良供应商奖项 在这些业内顶级供应链企业的通力合作下 台积电将于2025年下半年开始使用7N2制程节点2奈米级制造工艺大规模生产半导体 目前该公司正在尽最大努力完善该技术 降低可变性和缺陷力度 从而提高良率 台积电的N2将是该公司首个使用全闸GAA奈米片电晶体的制造工艺 该工艺有望大幅降低功耗 提高效能和电晶体密度 特别是台积电的GAA奈米片电晶体不仅比3奈米FinFET电晶体小 而且通过提供改进的静电控制和减少泄漏 在不影响效能的情况下 实现更小的高密度SAM为单元 它们的设计增强了预制电压调节 确保可靠的操作 并允许进一步小型化逻辑电晶体和SAM单元 然而台积电必须学习如何以可观的良率生产全新的电晶体 据预测 使用N2制造的晶片 在相同电晶体数量和频率下 比在N3E节点上制造的晶片功耗降低25%至30% 在相同电晶体数量和功率下 效能提升10%至15% 在保持与N3E上制造的半导体相同速度和功率的情况下 电晶体密度提高15% 台积电预计将在2025年下半年某个时候 开始在其N2工艺上量产晶片 业界认为很可能在2025年底 为此台积电将有充足的时间来提高产量并降低缺陷密度 在此背景之下 台积电的一名员工最近爆料表示 该团队已成功将测试晶片的良率提高6% 为公司客户节省数十亿美元 这位自称Dr.Kim的台积电员工 并未透露该代工厂是否提高SRAM测试晶片 或逻辑测试晶片的良率 考虑到台积电将于明年1月 开始提供2奈米技术的多专案晶圆服务 因此台积电不太可能提高 最终将以2奈米制造的实际晶片原型的良率 但提高SRAM和逻辑测试晶片的良率确实非常重要 因为最终它可以为客户节省大量成本 客户支付晶圆费用 从而受益于更高的良率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